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太子 虽无躬身培植的党羽 其背后却助力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 他的地位空前绝后 虽然15个兄弟 却无一人敢生出一丝一毫夺位的念头 他生前没有当成皇帝 但死后得到的待遇甚至超越很多帝王 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镖 很多人在谈及雍正朝政治的时候 都会牺牲十三爷是常务父皇帝 但事实上 朱镖活着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常务父皇帝 那么 假使这位权势滔天的太子没有早逝 后来竟难知以朱镖篡权夺位的可能性有多大 他是否还能够成功呢 执政12年 这一年对朱元璋来说十分特殊 正是这一年 朱元璋投入了郭子姓麾下 成为了起义军众的一员 朱元璋虽然出生贫苦 仅是粗通吻末 但精明能干 处事得当 作战是勇猛无畏 常常身先世俗 在军事方面有着非同常人的天赋 因而得到了郭子姓的赏识和信任 郭子姓还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 马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朱元璋的结发妻子 也就是日后的孝四高皇后 马氏虽是郭子姓的养女 但郭子姓夫妇向来非常疼爱她 对她多加培育 马氏本人也不负所望 聪慧端庄 能诗绘化 出生草莽的朱元璋欧的贤妻 自然十分欣喜 更何况 马氏在朱元璋的事业上也颇有注意 郭子姓虽然击中朱元璋 但她性情暴躁 既才护短 又好听谗言 迟疑寡断 在旁人的挑唆下 也曾多次猜疑朱元璋 对大家以赤马 以此 郭子姓发怒 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 不许进食 马氏得之后 亲自到厨房 切炊饼 怀以劲 肉为胶 随后 她又把自家财产 送给养母张夫人和郭子姓切张氏 请他们在郭子姓面前说点好话 以迷缝裂痕 使得朱元璋能脱离困境 朱元璋难下之事 马氏曾负责往来的文书 并做得精精有条 同时她还劝朱元璋不要扰民 更不要滥傻 稳定了当地民心 战争带来的离别 并没有冲淡夫妻二人的感情 反而更加稳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在结婚后最初的三年内 夫妻二人没有能生下儿子 于是他们就收养了朱元璋的亲侄朱文正 外甥李文中还有定远孤儿慕婴 马氏对这三个养子事如己出 细心照顾 直到龙凤元年 朱彪出生 朱元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长子 朱彪出生的时候 朱元璋正在即兴前线 虽然没有见证长子的出世 但听到这个消息的朱元璋大泄过望 不久 朱元璋拿下即兴 设理应天府 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直到此时 朱元璋才拥有了逐落天下的资本 而卡在这个当口出生的朱彪 仿佛正是天意选定的继承人 朱元璋望着眼前上在强宝的孩子 目光饱含着宠溺和希望 一腔热血在他的体内涌动着 那是朱元璋统一山河的野心 也是对朱彪未来的展望 在朱彪长大25年的储君生涯里 朱元璋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朱彪的培养教育 早在朱彪五岁的时候 就拜了当时名儒宋联为师 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 宋联对这个聪颖伶俐的孩子十分喜爱 尽心教学 轻能相受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 朱彪也继承了老师谦逊之礼 此人殷勤的儒风 后来宋联因家族牵扯进 胡卫庸一案中 也幸得朱彪及其母亲马皇后的立宝 才免于一死 1364年 朱元璋在应天府自立为吴王 同时将朱彪立为侍子 这时候的朱彪不过才九岁 已经正式获得了继承人的身份 足以见得朱元璋在立处这件事情上 丝毫没有过其他的打算 吴元璋 朱元璋令十二岁的朱彪赴林豪祭拜祖墓 希望借此行来切身训练朱彪为人君的眼界和处事 临行前 朱元璋教导朱彪说 古代向山高宗周成王都知道小民的疾苦 所以在位勤俭 为守城明君 你出生富贵 习愿乐 眼下能外出锻炼 切不可荒废了这次机会 要好好观察百姓的生意 一直意识艰难 体察民情的好物以知风俗美恶 到老家后 要认真访求父老 以知我创业的不义 朱元璋一出生就饱藏了民间疾苦 从一界颠沛流离的不宜走到今天 没有人会比他更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 他自然希望朱彪能够切身感受到其中的不义 秉称勤俭之风 早扶百姓 次年 明朝建立 朱元璋朱彪朱彪为太子 大风朱将为宫侯 其中以五大将 一大成为开国元勋 分别为 韩国公李善长 魏国公徐大 郑国公常玉春 曹国公李文忠 宋国公冯盛 魏国公邓玉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大批文城武将得到了追风 这些功臣的大部分都成为了所谓太子党的班底 与历朝历代结党攀施的党派不同的是 这个太子党是由皇帝本人亲自赋予的 大明建立不久 中书省 都督府刚刚成立的时候 就有大臣请示让朱彪当中书令 朱元璋不许 说道 儿年未成 学未充 更事未夺 依孙礼师父 习经传 伯故同金 十大祭义 他日军国务众 接令启文 何必为中书令 朱元璋这句话 明确表达了两个意思 其一就是朱彪的年纪还小 正是学习知识 积累经验的时候 现在要独立处理政务为事上早 即便是当了中书令也不过是个学头 其二就是 等到朱彪真到了能够听断国事 处理政务的时候 有何须中书令的质问 任何军国大事都可以交给他 要达到第二个阶段的目标 首先就要度过第一个阶段 为了训练出理想的继承人 朱元璋处心积虑 费尽心计不仅广聘明如 在宫中特赦大本堂 筑藏各种古今图书 让朱明如轮报为太子和朱王讲课 并调选才俊青年半读 还在教学中 严格要求太子的一言一行 都需按理法行事 甚至太祖自己也时常刺眼赋诗 伤求古今 现身说法 他曾特地对教育太子和朱王等人的儒臣 说我的孩子们将来是要治国管事的 教育的方法要紧的是正心 心一正万事就办的了 心不正 诸欲教功 要不得 你要用诗邪教导 用不着徐一般文士 光是寄送辞章 义无好处 故此 除了让太子送习儒家经典 又专门选了一批德行高雅的端任正事 又以良真 王一为太子宾客 秦勇 卢德明 张昌为太子御德 让他们把帝王之道 礼乐之教 和王谷成败之计 民间架色之势 着急向太子讲授 朱元昭还常常以自己的经历殉道太子 要他明白创业的不义 守成了艰辛 朱标仅管生于安乐 但并无亡固之喜 除了培养太子为君智能 朱元昭为了稳固太子的地位 命占通考虑待东宫官制 选拔功勋道的老成者 兼领东宫 辅导太子 其中左丞相李善长间太子少师 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父 朱书平章陆军国仲 是常玉春兼太子少保 以及一旦文武重臣 都在东宫兼人踏持 这个团体壤阔了开国的 大部分功臣素将 几乎是将朱元昭背后的势力 直接搬运了过来 除外臣之外 朱元昭在宗室上 也颇有一番考量 红武四年 常玉春的女儿册封皇太子妃 当时常玉春虽已去世 但常玉春仗下与其关系密切的 蓝玉却随之连上了纽带 自策奉长玉春的女儿 为太子妃开始 朱元昭即相继是皇室 与功臣联姻 如邓玉女为秦王兵妃 徐达掌女为燕王帝妃 冯胜女为周王素妃等等 这些功臣即属太子班底 又与其他皇子 有着密不可分的殷亲关系 他们之间相辅相成 既有牵制的用意 也有稳固太子势力的目的 亲生儿子安置完毕后 自然还有早年朱元昭 和马氏共同收容的养子 就拿身世上最没有威胁的 沐英来说 沐英出生于定远县的 一户贫苦人家 父母双亡 八岁的沐英流浪到 豪州城的时候 遇到了他人生中的贵人 也就是朱元昭夫妇 当时朱元昭与 马氏夫妇西向无辞 就任沐英为一子 朱元昭夫妇 带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仅教他十字读书 还教他如何带兵打仗 沐英在颠沛流离之境 偶遇如此善意 又怎能不感动 他对朱元昭夫妇二人 感佩至深 因此与朱镖也是情同兄弟 后来马氏去世的时候 得知消息的沐英 甚至因伤心过度而可血不止 红武二十五年 又因太子朱镖的去世 遭受打击而患病 两个月后就病逝了 沐英与朱元昭一家的感情 深厚可见一斑 朱元昭对这个样子也十分信任 后期还派他带领重兵镇守云南 至于朱元昭的外甥黎文中 性情沉稳宽宏 托号秀恩 与沐英一样常年在外征战 使朱元昭的得力助手 但李文中本人在性情上并无缺陷 而且与李文中是朱元昭的二姐所生 名义上并非真正的朱家人 对太子的地位构无成威胁 唯有朱元昭的侄子朱文正不同 朱文正不仅属于真正的朱家人 而且他军事能力极强 官智大都督 在军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当朱文正在军中如日中天的时候 朱镖尚才六岁 如果朱元昭不采取行动 那么等到朱镖成年的时候 朱文正已经在军中建立了难以撼动的地位 一个手握重兵 功高震主的宗室 势必会对朱镖的统治产生很大的威胁 再加上朱文正本人行事怪账 事工傲慢 性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因此朱元昭对朱文正采取的手段是罢官软禁 结果朱文正被软禁不久就死了 朱元昭对此随身感亏欠 与朱文正的儿子多有补偿 但他在巩固政权上向来雷厉风行 就比如洪武23年开始的胡伟雍案 洪武四年 时任中枢左丞相的李善长因病辞官 汪广阳敬委为优丞相 胡伟雍即汪广阳为中枢左丞 洪武六年 汪广阳被贬为广东参之政事 过久胡伟雍升任中枢右丞相 几年后 朱元昭看到胡伟雍半世周到 才提升胡伟雍为左丞相 根据明史记载 胡伟雍被诛杀的起因是胡伟雍的儿子 在大街上乘车飞驰 不幸从车上掉下来摔死了 胡伟雍就把驾车的人杀了 朱元昭知道后 悲传生气 念胡伟雍为驾车的人偿命 胡伟雍申请赔偿财物 朱元昭却不许 这个处理结果明摆着是要置自己于四地 于是胡伟雍就和御史大夫陈宁 忠诚突接等密谋造反 秘密联络自己拉拢的文武大臣 一波为平一波又起 红武十二年战城过来进攻 胡伟雍等人没有报告朱元昭 宦官出来见到了 便进攻奏告朱元昭 朱元昭大怒 侠侍令则被中书省臣 胡伟雍和汪广阳叩头谢罪 但暗黯地将罪过归咎于李部 李部大臣又归咎于中书 朱元昭更加愤怒 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 久仍为首主持的人 这一下就牵连出来很多重臣 胡伟雍也因此朱连救足 明朝的丞相制度正是在这一刻废止 既然丞相的职位没了 而那个还未登上政治舞台 那么这时候全国上下的政务 由谁来处理呢 朱元昭虽令设内阁公皇帝作为顾问 但那个大学士的权力不如宰相 只有票你权利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朱元昭信得过的人 来分担部分政务 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太子朱标的手里 早在红武十年 朱标二十二岁的时候 朱元昭就下令今后一切正式 并且太子处分 然后奏文 又一让太子日灵群臣 听断朱司启示 以练习国政 并告诫说 我所以要你每日和群臣见面 听断和批阅各衙门报告 学习办事 要记住几个原则 一是人 能人才不会失与书报 一是明 能明才不会活于坚定 一是秦 只有秦敬恳恳 才不会逆于安逸 一是断 又绝断 遍不至千语文法 我自作皇帝以来 从没偷过来 一切事物 唯空处理得有毫发不当 有负上天付托 天不亮就起床 到半夜才得安息 您应当效仿我 才能守住这天下 从此朱镖开始学习 并协助其父处理日常政务 丞相制度废除之后 他自然也就承接了更大的担子 虽然朱蒂维标榜自己 有说到朱镖的软弱之处 但一个圣吴勋士战功的太子 能够消化朱元璋背后 走南闯北的文武班底 绝非是一个软弱之人 朱镖自小经历过军营中的艰苦训练 观摩过战场的厮杀 受到了朱元璋方方面面的培训 他与朝中重臣所建立起来的联系 也并非仅仅来自于父亲朱元璋的大力支持 否则为稳固朱允温的地位 朱元璋也没必要大肆铲除重臣 相反 朱镖本人极富人格魅力 不管是在朝野还是在军事上 都有很大的威望 连朱镖的弟弟都是由他带着长大的 甚至直接干涉过其他兄弟的命运 据记载 朱元璋曾多次要惩罚朱王都是朱镖劝阻 这说明对其他藩王兄弟的处置 朱元璋都是和朱镖讨论的 朱镖还没当上皇帝 就拥有着处置其他皇子的偌大权利 纵观朱镖死前的历史 全部见一丝一毫真偉的传言 朱镖本人也绝不可能顶着朱镖的政治影响力 全国上下的威望 以借他背后文武集团的力量来造反 这显然是自寻四落的选择 红武24年 朱元璋有亲都西安的想法 于是命朱镖巡视陕西 同时受封于这里的秦王柱上 因为在当地多次犯错而被召回京师 朱镖此行也为调查一下秦王的言行 朱镖巡视归来后 现陕西地图又替秦王说情调解 朱元璋才让朱上回西安 朱镖自秦中视察反京后不久就生了病 在生病期间还向朱元璋上述关于筹建都城的事 次年 朱镖病死 朱元璋得知大痛 将他赴丧在孝陵东侧 十一文太子 朱镖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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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镖病死